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又要来了 作为购物胜利君的90后们也都到了养生的年龄了 这波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由白静廷 陆寒 周灯宇和孙力亲身推荐的养生购物清单 上周白静廷一套街拍给大家拓展了温度与风度兼得的传语新思路 也引出了购物清单的第一个重点 球阔 白静廷机场造型 黑色为一家牛仔外套 下身一条破洞裤吵得不小 粉丝就担心膝盖这么大个洞 吐疯啊 吴亦凡也是上身皮草 下半身破洞裤 膝盖不冷吗 当然圈里也不都是嫌弃球裤的 你看脸更新 身材健硕的江金夫也喜欢球裤 面对冬天大魔王 强悍的肉体也不如一条球裤好食啊 可能有人会说 男孩子嘛 不太需要露腿 女孩子就不怎么穿球裤 不不不 冷起了还露什么腿呀 乱喝才是王道 谢娜就曾在节目上说 拍戏的时候愣到要穿七条球裤 周冬雨也是球裤的忠实用户 才刚过了处暑 就开始垫几点球裤了 也是很会保养啦 除了球裤组 灯叔也加入了我爱保温被热水使我快乐小佐 多喝热水是真的一点都没错 周冬雨去哪都带着保温杯 陆寒也是保温杯小组资深诱惑 担心拿个保温杯向老大爷迎向形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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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迪丽热霸 别人出席时装就拎个手拿包 他却拿个保温杯 冷了就喝口水暖暖身 好看又实用 冬天要养生 光秋裤和保温杯还不够 还要吃好 大秘密习惯早起被蜂蜜水养颜又排毒 柠檬蜂蜜水在赵薇面前就算不上有多不辣 冲气量也就是被小饮料 真正养生的是老火汤啊 花椒海底叶配个猪骨头熬出来的汤 想想就美滋滋 娘娘顺利除了食补还喜欢泡脚 每个节气都滋滋不倦的叫粉丝泡脚 泡啊泡 为了证明泡脚是真的有用 娘娘还拿邓超来了一发使用前使用后对比照 证明泡脚效果刚刚低 今天的购物清单没get了吗 八分宝综合整理